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得主不是呼声最高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而是长期反对白俄强人总统春天人权组织领袖比亚利亚茨基 比亚利亚茨基毕生促进白俄的民主和和平 2020年获得被称为是另类诺贝尔的优质名声奖和平奖共同获奖的还有两个无二组织 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馆曾在车城战争期间收集俄罗斯对民众犯下的战争罪行 纪念馆去年12月遭当局下令关闭 另外乌克兰公民自由中心自二月开战以来记录俄军的战争罪行 对俄军究责发挥作用 原先呼声最高的泽伦斯基为得奖也不意外 专家分析因为战火还没结束 他得奖的几率原本就不高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